大家好,我是勒哥 今天又搞了一颗酸氧子 这个酸氧子呢 刚才我已经把这个根 还有这些枝条的伤口呢 全部给处理好 现在已经放在这边 进行一个泡这个生根粉营养液了 很多精灵了 等一下泡过半个小时之后 拿出来先把这些伤口的水剂晾干 然后就涂上伤口抑合剂 连根部的这个伤口 也都涂上伤口抑合剂 就直接种 不进行这个链砖 也不进行晒砖处理了 因为前面我已经种了两颗酸氧子了 这一颗呢 我也根据大家这几天在评论区 分享的一些方法 把这个根部的这个前口 前部涂上伤口抑合剂 等这个伤口抑合剂干了 就直接种 就让它们说也不会腐烂 成活率也会更高 刚才呢我就把它处理好了 现在就放在这边 先泡半个小时吧 今天我泡砖的时候就多加了一个这个浓缩的营养液 这个砖呢泡了半个小时之后 又给它晾干了这个伤口了 现在给它涂上伤口抑合剂 涂上伤口抑合剂之后又得放在这边 等这个伤口抑合剂干了才能种 所以冷下又得冷 起码等半个小时以上才行 把所有的根部的这个伤口 前部涂上伤口涂上伤口 涂上伤口涂合剂 自调的伤口也要涂上 减少它水分蒸发 还有这个细菌的氢物 好这个 就放在这边等这个伤口抑合剂干了 就可以种了 现在呢天都快黑了 给它练了一个小时 这些伤口涂合剂呢才干掉 现在呢快点给它种起来 天都要黑了 先藏上伤口先磨上面 有很多朋友问这个保鲜膜 藏上什么时候把它撕掉 这个保鲜膜呢 你是不用怎么管它的 一直藏着 如果哪里发芽了 你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保鲜膜挑破 让它长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保鲜膜呢 我们可以一直藏着 让它等到以后换盆了 或者是等到它长得稳定了 再给它弃掉就可以了 不要那么急 还是用磨砂把它种起来 换好之后就用我们泡砖这个水来给它灌透 直接搬到前两天那两颗旁边 到时候观察到底哪一种方法会更好一点 通过这几天的这个酸藤籽的种植啊 发现有很多朋友对这个酸藤籽种植呢 是比较有兴趣的 以后出去挖砖的时候 我也会尽量多挖几颗这个酸藤籽 回来试种 用各种方法来试种 看哪一种会比较好一点 来分享给大家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天也黑了 希望我视频的大家记得两个赞加个关注 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酸藤籽的成长